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时时入扣 好 又到了时时入扣的时间 这可会害我又想吃东西了 7.33分23秒 林家昌在我们的现场 你自己的饭店的东西 没有 我们是上海菜 上海菜不食心烤鸭 是吗 首都饭店 首都饭店是一个蛮可爱的饭店 台湾最近很多类似这样子的饭店 小而精美 我们是自称为Boutique Hotel 精品绿店 我们希望给客人比较好而舒适 有家的感觉 我要求我们的柜台 见客人三次以后 一定要叫得出名字 那是严长寿对亚都立志的要求 没错 我们就希望能够比较饭 而且你们柜台也比较矮吗 没错 没错 很好情景客人 那个严长就是真的就是不能高高再上 也不错 将来我们来谈谈这个台湾的旅馆业 其实台湾很糟糕的是真的超级豪华的旅馆现在没有 对 真的 因为其实你到欧美去那种顶级 甚至到上海那种奢华 台湾目前 其实台湾个性也不适合那样子 台湾是friendly很友善的一个地方 对啊 我们的这个圆山已经不行了 圆山已经变成一个平价的酒店了 没有了 你到圆山的那个 你知道我以前我跑新闻跑那么久 我跑外交的时候圆山饭店是宋美龄主导的时候 然后是李光耀啊什么去的 那现在也去圆山跟当年真的差很多 精华还OK啦 是 对啊 对 手中是Boutique 现在很多Boutique厚店 一切我们来谈一下Boutique厚店 好 但今天加昌谈的主题是 它是我超爱吃的一个东西 很多人不太相信 它真的好好吃哦 不知道Coco姐记不记得我们结缘 其实也跟这个食物有点关系 是啊 有一次我们是在一起吃 北京 你带我们去吃 是长安一号 就是你害的嘛 那一次长安一号的就是军业酒店嘛 是 没错 哇 那个长安一号真好吃 而且它的吃法不一样 没错 但那天林家商很坏 除了叫烤鸭还叫了一堆东西 吃不完啊 好好吃哦 可惜也不能打包回台湾 不行 我每次都跟我家人说 我在哪里吃了北京烤鸭好好吃 他们都叫我打包回来 我都一直笑 没错 特别是这两年 其实你会发现台湾已经很多这种 各种各种风味的烤鸭 对 越来越实行了 甚至你会发现到网路上对烤鸭的评价 也开始有很多的评比了 对对对 那正好刚刚也跟客户姐聊到 他昨天晚上跟我昨天晚上 我昨天中午吃烤鸭呀 他昨天中午我昨天晚上 好好玩哦 在不同的地方也都吃到了烤鸭 你现在要介绍的是台湾的这些不同的餐厅的烤鸭 在哪里 我想这个烤鸭的由来啊 我这个引经据典的去找了一下 最早可是从南北朝就开始有了 当时在古籍的记载里面叫做炙鸭 炙就是这个烧炙的炙 炙热的炙 没错 那到了元朝以后 这个烤鸭已经成为这个 当时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食物了 那在这个古典籍里面都有记载 那宋朝元朝这样子一路下来之后 因为最重要的是宋朝当时的首都是在这个 呃在南部嘛 那后来元朝在这个破了这个临安之后 他把签首都签到了北京 这也是烤鸭第一次从南方 到了北京的这个 原来他不是北京的土产啊 对一开始不是 而且更有趣的是过了元朝之后到了明朝 朱元璋一开始的这个首都是在南京 那而且这个很有趣啊 这个烤鸭 中国的烤鸭店 常常都会说这个名 这个朱元璋特爱吃烤鸭 一天吃一只啊 所以说这个当时还叫金陵烤鸭 没错 因为那个时候 他那个时候是在这个南京建都 那后来到他儿子的时候 其实是把首都从南京签到了北京 那这个时候就开始奠定了这个 烤鸭正式的名称 也就是北京烤鸭的这个 正式的这个历史地位 明朝清朝的这个首都的地位 再加上不论是乾隆皇 持习上一路以来 似乎所有的中国领导人 甚至到了后来的周恩来总理的部分 好像对于这个烤鸭都特有所好 哦 就把烤鸭变成北京烤鸭 原来烤鸭还是一个 是南部来的到北京 又回到南京 又回到北京 是 那大概这样子就是一个烤鸭 最最典故的一个理由了 哦 是 所以它真的是中国的传统上面的一个 没错 经典的一个经典的这个喷煮方法的一个食物嘛 那当然这个因为其实现在大家也会讲究这个烤鸭的品种了 是 因为其实我们在台湾的烤鸭 其实目前大家都会讲到所谓的樱桃鸭 我要提醒大家一下 因为其实我们在北京啊 他们也是讲究烤鸭的品种的 他们的北京烤鸭一定要用他们的北京鸭 那这个 在北京养的吗 没错 可是有两千年历史了呢 毛是白色的 这个慧也就是他的这个嘴是黄色的 那他这个品种跟我们当时 这个从英国引进的这个樱桃鸭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在北京的烤鸭当时是从南方往北方去 那慢慢的经过巡养之后 那特别是中国过去不是用人工饰养的方式 而是在自然的合啊 糊的 所以其实北京烤鸭讲究的就是一个比较自然的风味 它不像南方的 刚刚呃 待会会提到的广式片皮鸭 会讲究在烤鸭里面塞入了不同的辛香料 哦 以前啊 刚开始的 现在也是这个分野 北京烤鸭其实是本身是单纯的 不加调味的 是由外部的这个脆皮 淋上麦芽糖 啊 然后来增加它的风味 哦 但是我们吃到的广式片皮鸭 其实是需要在肚子里塞进了一些香料 原来是广广东的烤鸭 那个跟北京烤鸭不一样 你刚刚讲的是我到 我们去北京 他们都会告诉我们那个鸭 鸭的品种 很重要 没错 哦 我看你的资料告诉我们说 北京鸭还优身学的 是啊 一丝空鸭只有母 五只母鸭进行配种 我看比雍正皇帝还好 雍正皇帝有八个那个太太 这个没想到 一看就看到这个重点 但是他们其实就像是 我们在吃松阪牛的时候 之前提到的这个牛肉 他们也很讲究这个血统 哦 他们也是希望说 不要有太近的近亲繁殖 而出现的那种鸭肉的这个品质 会动化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在北京 其实比较讲究的这些饭馆 不论是全聚德啊 不论是便宜坊啊 这些 其实大家都会很讲究 这些这个烤鸭的来源 那其实我觉得 现在樱桃鸭的品质 特别是台湾的樱桃鸭 是从英国引进来的 大家都知道 欧洲其实很流 很流行这个鸭胸肉嘛 嗯 那这个其实一开始的樱桃鸭 就是主要是为了 这样子的一个烹饪方式 所以你会发现到 在台湾吃到 只要是台湾品种的樱桃鸭 嗯 它胸部附近的脂肪 会特别的肥美 我们在宜兰的樱桃鸭 是从英国这个 引进来的 而且它的名字是因为 是英国的樱桃谷 那个地方 对没错 Cherry Valley 这个长的 养殖而为名 没错 我还以为因为它长得小 所以叫樱桃 甚至还有人以为它吃樱桃 对 我觉得吃樱桃鸭 有点小残忍 它好小一只哦 其实没有耶 不会吗 那我上次吃的好小哦 我觉得好残忍 台湾的这个养殖的 这个年限啊 通常都会比这个中国 还更久一点 那至少会75天以上 所以是一个 比较完整的一个浴化 所以它吃起来可能会 有人会觉得比较柴一点 但事实上 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 一个生育过程当中 所以它的 其实风味会比较完整 它的滋味会比较明人一点 樱桃鸭它是不包着吃的 它是吃肉跟 或装光吃肉嘛 对不对 这其实现在已经有一点 也有人言 又有人包 对对对 好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 台湾的几家非常知名的烤鸭店 烤鸭也有那种挂炉的啊 跟那个什么 焖炉 焖炉不同嘛 对不对 简单讲 北京有两间很有名的老字号 一次刚提到 明朝就开始有的 全聚德跟 他叫便宜房 有人叫便宜房 有人叫便宜房 在北京你一定看得到 那像全聚德 就是我们会看到 有很明火 然后用这个果木 有人说枣木 有人说不同的木头 然后来烹饪的 那焖炉呢 靠的就是反射回来的 那你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炉子 你可能看不到 它整个烹调的过程 但是你会发现到 它用的是用 烧起来的一个旺的 旺的火之后 把整个烤炉加温之后 有点像烤箱的原理 我们上载军月 长安一号吃的是什么 一样是焖炉的 是焖炉哦 所以不会像这个明火烤出来的鸭 那那个外皮这么脆 但是它的肉会比较柴 但是如果是焖炉的话 会整只鸭 甚至连鸭肉都非常的juicy 哦好吃 所以去北京玩哦 现在过年 当然过年去北京好像太冷了 不大家常常去北京 一定要吃烤鸭 我觉得因为北京吃烤鸭方法 跟台湾搏港 灯产城逛故宫 跟吃烤鸭 好像是北京 一定要做的三件事 而且它还有个大董 你知道大董不是那个很现代化的 它的皮 只吃皮而已 它在那个小胡同里也有 不过不敢讲 我们现在先讲台湾的 因为台湾 我觉得台湾的烤鸭 有台湾的烤鸭特色 没错 那因为刚刚提到了 其实目前北京广市的烤鸭 我们要进广告 先悬疑一下 那大家把口水擦一下 这烤鸭其实也不算贵 你知道 吃烤鸭会有很有感情 因为大家一看到那只烤鸭 就好高兴 然后就要大家包卷 什么的讨论 还好几次吃很久 7点43分26秒 害我想到我昨天中午吃个烤鸭 立刻回来咯 在台湾有很多的烤鸭店 都很知名 有的店 一个月以前才能预订到 没有夸张 我曾经试过 订不到 欢迎收听 coco早餐 欢迎你继续来到coco早餐 7点47分59秒 已经58秒了 来我们在现场 为各位请到的是 时时入口的主讲人 林家昌 这个coco早餐节目 每个礼拜三 这个时段 家昌都在现场 跟我们这个 提醒大家 指导大家 怎么享受美食 不过他自己是台南女婿 你是台南女婿吧 算是 对呀 所以你对台南应该还蛮 蛮 有感情 以后我们要介绍一下南部的 没问题 不因为今天我一看 什么烤鸭全部都 我们熟的都在北部 是啊 烤鸭其实最知名的是天厨 老之号 没错 那其实像一些老饭店 像国宾 像福华 国宾的川菜厅 福华的江南村 其实都有提供烤鸭 那这些其实都是比较传统的 北京的做法 也就是刚刚讲的 明如式的 然后是不加香料 那你要卷饼吃的 那沾甜面酱 转这个包大葱 是 那这个传统的这些北京烤鸭 其实也有大家的一点 乡愁跟回忆了 那倒是这几年来 比较实行一些新的料理 那特别我首先要介绍的是 蓝城精英了 这是我这几年来吃到烤鸭 让我最惊艳的 蓝城就是 在宜兰 哦 是 那是我们精华酒店 我们宜兰有FM97.1 我们听众朋友来告诉大家 我相信在宜兰的听众朋友 一定对蓝城精英的 精英是那个 就是精华饭店 在宜兰的酒店 是 规模相当大 精华的精英 是英俊的英 对 蓝城精英 它在市区吗 就在以前的有爱百货 哦 是哦 OK 那它因为规模相当的大 那它这一次提供的这个烤鸭的这个也相当的惊人 例如它会做出鸭皮卷醋饭 嗯 这倒是很有趣的一个做法 有点像苏喜的这种感觉 它是樱桃鸭吗 还是 是樱桃鸭 是在地的宜兰樱桃鸭 但是刚刚寇后姐讲到一个重点 过去它吃到樱桃鸭都小的 对 现在是霸王樱桃鸭 哦 长胖了 是比较大只啦 所以长得比较这个 比较这个 这个魁梧一点 所以它已经很适合来做这种 片皮鸭了 哦是 那它这个也结合了很多宜兰在地的风味 大家也知道宜兰盛产什么 葱嘛 哦 那好棒哦 我们在宜兰吃烤鸭是吃三斤葱 没错 它的饼皮也有这个滚入一点冲的一种选项 是 所以其实蓝层精英做出很多新式的鸭的料理 而且鸭又是在地的 嗯 那所以其实照理说绝对会更新鲜 所以说其实在这里可以提醒大家 这是目前我认为最有创意 而且最有时代性的一个新的烤鸭料理 因为金华饭店的老板那个潘斯亮啊 他们一家组 他是我学长的啊 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就认识 金华饭店它有个好处 他会开发 你卖故宫旁边的台菜 他做的很有特色 是 那在你说蓝城精英 它是什么样的餐厅呢 什么菜呢 综合的 呃 它其实是一个呃 这个呃 对呃 粤菜馆 哦 粤菜馆卖这个烤鸭 但是它的这个烤鸭是目前其实呃 指名度非常的高 哦 我曾经有一次想带家人去 结果他必须排到两点以后才能用餐 哦 对所以说只要大家有时间这个其实到宜蘭好香好水玩一趟 嗯对啊 顺便吃个烤鸭我相信也是很好的选项 因为宜蘭有好吃东西太多了 哈哈 宜蘭本身就好多好吃的东西 没错 不管怎样 它因为它是在地的樱桃鸭 而且它有创意料理的方式 好 那贵吗 呃 其实还好耶 因为其实我认为烤鸭都是分而实之的 大家一起分享 所以烤鸭通常会有一种团聚的感觉 对 因为我相信很难有一个人可以自己吃掉一只烤鸭 就是你刚刚讲的朱元璋 明太祖跟一个人吃一只烤鸭 是啊 烤鸭一定要四五个人以上 没错 否则他吃不完的 嗯 那那那还有哪哪些地方 我个人喜欢的 刚才讲到了像国宾川赛厅 其实其实基隆路那边有一个 宋楚 对 那我相信也是大家这个耳闻的名店 他订不到的 很难订的 你上网你打电话给他都说 每个月月初开放定位 那我觉得这就是以量来控制品质了 因为他每天的压值是有限的 嗯 所以也不用为了客人的多寡来烦恼 他每天就能够提供品质很稳定的烤鸭 那宋楚还要留意的是要甜点啊 拔湿香蕉或拔湿地瓜 这个还是挺挺有滋味的 宋楚因为太小了 所以他本来他的餐厅就小 是 可是很多老字号的这种美食家都都特别致命 对那另外我推荐的是世贸连衣社 跟龙都这两间 龙都一进去好像都爷爷奶奶哦 对不起 那个氛围挺好的 很好玩 而且这个我觉得龙都的烤鸭有个好处是 在那样的装潢里面吃那样 其实就像没有坐飞机也到了香港的感觉 对对对 很有那种在这个大饭馆里面吃饭的那种氛围 真的是那个他旁边的国际饭店 他们正在那边促销 是 也还可以而且很便宜 那 世贸连衣社也是我很推荐大家的 因为那是本来以前马家的私房菜 后来推出来 一天听说要卖六百姿 就那个什么小姐去做那个 是是是 杜小姐 杜小姐 没错 那他的品质跟其他的点心 非常有口碑 那烤鸭是以后大家去 可以特别指名的 但是一定要提前预约 因为实在是很难吃得到 对 然后那个 东华南路那个 Shangrila也有吗 我昨天就在那吃了 那他是相供的用果木 那去烘烤 他是用明炉式的 果是什么意思 水果的木头 果木烧的 炭火 对 那所以他们讲就是这个帝王鸭 所以烧出来应该会带点 霸王鸭变帝王鸭 不同的 原来叫霸王樱桃鸭 这个是帝王鸭 他长得像用霸王帝 因为刚刚这个 可可姐提到这个便衣坊 在北京的这个便衣坊或便衣坊 那他其实之前跟香格里拉就很密切交流 所以其实他们是有学到点功夫 那目前推出自己品牌的烤鸭 是哦 相供啊 是啊 值得大家来尝试一下 在全聚的吃烤鸭 他还给你一个小身份证吗 是啊 第几号 你吃到的是第几百万只鸭了 对 你这样一直要尝对不起那只鸭 是啊 他们很会做生意 没错 全聚的 那还有刚才讲的就是 这台北的你都一网打尽了 移工的先知鸭 就是那个樱桃鸭 就是真的 刚刚扣姐最小支的樱桃鸭 那他用的是广式的做法 都是北京烤鸭 在台湾吃烤鸭 北京烤鸭都是只有用饼来卷 是 可是在我们 我们在北京吃 没错 有不同的饼 有人甚至直接吃皮沾糖 对他就先把那个皮弄成 弄成大概小方块小康方块 先吃这个白砂糖 北京人 沾白砂糖 台湾不是这样吃的 台湾大部分就是卷饼 但是片皮有几个 如果你讲得出来 我相信那些人都会对你特别尊重 例如说 你可以说我要皮肉不分 我要片片带皮带肉 我也要皮肉分开 或者是您给我先片皮再片肉 当你讲得出这些要求的时候 那些服务员可会对你另眼相看 教商讲本京烤鸭就有儿化 你的意思就是你要专业一点 没错 你要是看你怎么吃 对不对 这是北大陆的 北京它是有三种 它还有那种中间空的小烧饼 然后把鸭肉放进去吃 对不对 不同做法 我们还有两分钟 你可以讲一下广东烤鸭 因为其实刚刚提到了 北京烤鸭大部分是不带香料 那直接烤完之后 外面是用麦芽糖 所以焦香脆 那北京烤鸭 这个广东烤鸭本身里面会塞入香料 所以其实鸭肉的风味 就会带点八角五香的那种感觉 其实回头去想 就差别就是你回头想那种 广东烧拉店 你吃到那种烧鸭 类似那样子的一个放大版 就是我们吃到的广式片皮鸭 再整合成北京的那种吃法 就会变成我们现在在台湾 这种fusion的这种吃法 所以我们台湾是把北京跟广东烤鸭 广式烤鸭的方式混在一起吃 然后现在冬天吃个烤鸭 那个增加一点脂肪也还好了 但昨天有个心得提醒大家 吃烤鸭觉得要趁热吃 不要顾着拍照 大家现在都是手机先吃鸭 然后把鸭拿出来之后 非要拍照 人家师傅已经要趁热片了 然后开翻半天 我三分钟就把它弄凉了 以后拍一个代表拍照就好了 或者是他们在店里拍好给我们 然后我们就看着他 这个很有趣的 谢谢 做功课做得非常深入的林家昌 大家找机会去吃阿比亚 OK 马上回来咯 这个够够早餐节目 八点以后 我们要看南方周末的世界 所以 我们要看南方周末的世界